我们知道在汉武帝时期 渝远处一大批著名的将领 这些将领当中最以霍去兵出名 因为他是第二一闪电战 又以那如意得水的将军 曾经多次在熏农的战争 立下了赫赫斩功 霍去兵最成功的一次战役 就是霍去兵带五外骑兵出定乡 一路找去熏农的主力 深入大漠的封阳居区 成为中国历史北极熏农的著名世界 在这场战役当中 霍去兵的战术灵活 不具古法让熏农吃尽了苦头 在这里我们重点谈一下 为何霍去兵的手下将领 为何会有很多熏农人 元首四年霍去兵得汉武帝之类 出定乡之夫大漠深处 一路接敌术 但是和为其不同的是 霍去兵的骑兵部队之夫大漠深处 身后的资重粮草却跟不上来 曾经一路找寻不到霍去兵的大部队 反观霍去兵却灵活的又有战法 因为是怕身后的后期部队跟不上 反而又拉扶了寨机 干脆直接甩开后期部队 带着骑兵深入大漠 巡扰虚无的主力部队 而在机场战役当中 霍去兵出风显示出了蓝王的姿态 告诉手下 咱们没吃的只能和凶冬人一样 战法那就是抢 抢不上你就饿肚子啊 抢上的那就是你的 一时间将就这样发话了 手下的士兵自然开心 用命来保卫大漠 但是也就那么一点点军想 还不如跟着霍去兵劫掠几次 所以霍去兵的手下一个比一个狠 和草原上的狼群一样 完全没有大海兵族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样子 但是纵然这样总有保不住自己手下 会在每次战斗当中存活下来 战斗检员是很正常的 但是问题是当过去兵归来的时候 几乎带走多少人 就带回来多少人 而且这些人的面孔多半是凶农人的长相 原因就是凶农人也有不同的部落 他们大部落和小部落之间 也存在着压榨与劫掠的关系 这些人也是通合一些凶农贵族 何不如跟着大海帝国的军队 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